我們就來看看打點計時器的點點來問一些問題 這裡有兩個 兩條 基本上是同一個打點計時器 然後留出來點點的狀況 然後問我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誰做等速度運動 第二個問題是說A跟B的速度誰比較大 第一個就看點點 看這個點點的長相 是A做等速度還是B做等速度 還是都做等速度還是都不做等速度 都不做等速度 是哪一個呢 誰做等速度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No.1 對 1已經轉學了 14號有嗎 沒有 你們要13是吧 No.3 3號 你的答案 都做等速度運動很好 剛才講過了打點計時器的keyword 關鍵叫做點跟點之間的時間間隔是一樣的 然後圖上又顯示他們A的是同樣的時間間隔走同樣的距離 B也是同樣的時間間隔走同樣的距離 所以A跟B呢都是做等速度運動 A跟B都做等速度運動 第一個問題誰做等速度運動 第二個問題問你說 阿誰比較快咧 誰比較快咧 我再說一次 打點計時器 keyword叫做兩個點之間的時間間隔一樣 OK 所以就看看同樣的時間間隔 誰走得比較長 比較遠 誰的速度就會比較快 那很簡單 小問題而已 小事情 我們可愛的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21號 21號 誰比較快啊 B比較快 很好 剛才說了點跟點之間的時間間隔一樣 A的兩點時間間隔假如是1.20秒 B的兩點之間也是1.20秒 但是呢同樣的時間B走的距離比較長 所以又表示B的速度會比較快 B的速度比較快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B 這就是剛剛跟你講的 我們根據打點計時器的點點 就可以問你一些問題 就了解他做什麼樣的運動 然後做一些比較 這就是我們的簡單小問題 OK